魏哲嘉他就跟那个五神针说 没关系你把花带回去 要我台积电过去 你必须要满足五个条件 Sony它是属于 我们在讲的是感光元件 然后Toyota需要的是车载半导体 都不是属于先进半导体 Apple他们才是需要先进半导体 日本政府希望的是先进半导体进来吧 没有日本半导体 现在希望有人帮我先灌顶 我管你什么 你先来先帮我灌顶再说嘛 对不对 新闻幕后聊新闻 这里是由TVBS灵力媒体 所制播的Podcast 新闻幕后 我是主持人夏家路 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 能够带给大家新闻事件背后 第一线不一样的观察 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 欢迎大家的加入 在今天我们要聊的 是台积电在雄本建厂 2月24号开幕启用 这件事情在台湾 其实大家也报道蛮多的 在日本 是不是报道也像台湾这么多 其实我心头有个问号 不过有些从台湾看到的角度 是说它吹响了日本半导体 复活的号角 讲说一般盖晶圆厂要三年 可是雄本厂只花了一年八个月 还会拿在日本建厂的速度 还有它可以投入产能的速度 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不小心什么时候才可以 开始真的有产能出来的速度 拿来做比较 会去比较说 日本政府对台积电 是有多么的优惠 要帮助台积电 然后台积电在日本雄本厂 还结合了很多日本的 其他本国的大厂 怎么样一起来结合 然后希望真的把这个饼不只做大 而且真的是带动整个日本半导体 整个产业都能够复苏起来 那当然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我们今天除了片面的新闻看到之外 我们要怎么样真的能够看到 这个故事的背后 有一些脉络可循 今天呢 我们特别邀请的是 在台湾的日本政经观察家 福德超 九哥你好 哈喽加入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福德超这三个字 我还一度以为您是日本人 我是十分之一的日本人 没错 所以福德这个姓真的是日本的姓 对是日本的姓 对那那是外婆的姓 然后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 有稍微少聊一下才发现 真的是大前辈耶 还好了不要讲大前辈 大前辈 还好还没有白头发 真大前辈 所以原来就是在日本跑新闻 还是先在台湾待过一段时间才到日本 其实我在台湾跑国会的时候 那时候是朱高正跟许信良会跳到国会舞台上去打架 然后打完架之后 避开麦克风两个在底下喝咖啡 真的是我小时候呢 就是我学生时期啊 那时候 所以也在立法院跑过一段时间 我在立法院跑过 那然后后来是到1996年的时候 被派到华士 派我到日本 这边当特派 我这边当了十年的特派 对那所以在日本待了十几年的这样的时间 那个时候的特派 跟我现在想象应该就是一个人 就是跑所有日本相关的 我跟你讲 那时候我们毕竟在老三台啊 刚开始到的时候 其实还算是蛮幸福的 蛮幸福的 对因为公司 包括薪水好嘛 对吧 领双薪 台北有一笔薪水 然后在日本有一笔 算是生活津贴 那然后你有摄影 有翻译 觉得还蛮开心的 可以慢慢的你知道 过了半年之后 一个一个把你拔掉 为什么呢 因为公司开始 那时候刚好苹果日报进来了 对苹果日报进来之后呢 然后公司开始就要节约嘛 要节省嘛 那然后以前老三台的那种 年终奖金那么那么多 不见了 所以你是经历就是老三台 然后开始要往有线电视台 然后越来越多竞争的 那个时候 对不对 对那所以 在那个时间点里面 因为刚好就是 那时候刚好TPBS出来了 对对 那TPBS开始就整个秋董 它整个往上爬的时候 那时候老三台的那个广告 然后全部都被秋董拿走了 对那那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福利越来越少 那越来越少到后来我是 我真的是算是 如果说整个台湾现在的媒体圈里面 对 我是第一个懂得用摄影机自拍的人 你看那种那种大的Beta Cam你知道 然后你要脚架架架好 然后先按Record 对好 然后就跑前面 这样讲 对我们是经历过那种 那时候还被人家笑 说哎呀你们不是台湾的那个无线台吗 为什么连摄影记者都没有 还要自己这样 那也没办法照彼此摸摸看来做 那个时候在日本跑新闻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气氛跟文化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跟现在一定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是不是日本正是有钱的时候 走路有风的时候 还是已经开始到尾端了 没有 那时候其实日本他们还是算是走路蛮有风的 你想想看 我们就光讲电视圈就好 对 日本一次采访出去一个Cune 至少有摄影 我们在讲说文字那一定要的嘛 对摄影跟文字都是基本配备 他们还有个收音 还另外 然后哪个蹦哦 对 哇 我就讲这样就 你就知道那个人家气势多好 天啊 对 那开玩笑 那然后 而且出门还有采访车 对 那有时候旁边还有一个气质 对 没错啊 他还要在 那甚至有时候如果 比较大牌像加入这样子的 没有 那个还必须要有一个 director跟着跑 哦 对因为开始就说 记录 因为开玩笑 那个对不对 让加入来做场季 不可能嘛 他还做场季啊那些的 所以 日本的电视台 我就光讲电视台就好 因为你要问的话 我们从电视台最知道 对对对 各位可以去问一下 现在你如果旁边有电视台的朋友 他们出门采访 开玩笑拿蹦 真的没办法想这样 真的不要开玩笑 对 什么叫做蹦的搞不好都还不知道 所以 所以经历过日本飞航好的时代了 是 那就相对现在 我觉得那个感受上面会很明显 因为非常明显 这一次 说到 回到我们这些讲到台积电 到这个熊门设厂的事情 刚刚讲台湾看起来是很热闹 那我心里头就不知道 日本一般的大众是不是 真的是这样看 因为毕竟大家都说 日本就停滞30年的经济 好像在这个时间点上 看到了一点点 这个小火苗 就好像要复活过来的那个感觉 日本大众真的是 这么有期盼吗 其实我必须讲 日本人他们对这30年 我们在讲说是平成30的30不矿 他们叫平成不矿 不矿就是每矿遇下那个矿 就是说不矿的意思 就是说它其实一直躺平一直躺平 你想想看 你如果去看日本人的那个薪资水平 调薪幅度 零是持续30年是没调薪的 各位想一下 30年没调薪 很恐怖啊 想要掉眼泪了 对 要掉眼泪 所以那时候 大家现在很喜欢去的 包括什么百元商店啊 对对对 那个其实都是因为每一个人收入不多 那收入不多 因为你扣掉所有的家庭开销 那然后你没办法 那你就只好去买这些百元商店的东西 所以那是百元商店 其实是日本那个所谓平成不矿的底下的产物 对那但是这当中就造成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你知道它造成什么问题吗 因为今天在这一些日本最多最多的这一些 我们在讲说这个企业啊 叫中小企业 大概有占了七成到八成 那七成到八成呢 他们是被这个所谓的大公司大财团 往下一直在扣 抵押成本 他们把成本一直往下转嫁 往下转嫁 转嫁到最后的时候 比方说你今天你是一个工厂的老板 你底下你可能只有三四个人 你只做一个螺丝钉 好那你做螺丝钉 上面的Sony Toyota 他告诉你说 不行我们一定要把它压下 因为不压下我卖不出去啊 因为我薪水没调高 那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结果老板就一直把成本就压在那一边 大家想一下成本压在那一边 那然后他必须要从哪边去拿来补 一定是从员工的薪资 对从那边拿来补 所以你薪资没办法涨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日本就一整个在走这样的一条路 所以已经过世的安倍晋三首相 他在大概十几年前 他就已经在思考一件事情 他说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通膨 每年通膨要调整至少两% 如果没有调整两%的话 日本绝对活不回来 他那时候不是有个什么安倍三件吗 安倍三件 那包括了就是很奇葩的日营的政策 叫做负利率 负利率 负利率实行到现在 你现在去问大概二十几岁年轻人 你问他说 那个钱放银行可以升利息 他们会说 你是在说啥 他们完全不知道 对因为他们经验值里面 没有那种钱放在银行会升值的 这样的会有利息的这种概念 那你就知道说其实整个日本 所以说在前一阵子他们取消了负利率 往上停了 提了大概是零或者是负零点 正零点一% 这样的一个利率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 原来 原来钱放是可以升利息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日本的那个经济不景气 是怎样整个一个过来 但重点出来了 大家一定会说 那为什么以前不能往上调 现在可以往上调 因为日营他们在 因为他们每年大概 日本的社会里面 大概每年的四月 他们要做所谓的员工调薪 其实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时间 对 那所以呢 在今年的员工调薪 那他们员工调薪是这样 工会会跟 就是劳方会跟资方 会有一个 他们是叫春斗 他们叫春斗 那春斗的意思其实就是 我要跟你讲说 我今天我跟老板讲 我今年我的调薪幅度要多少 我就跟你喊嘛 对 那以前的喊的比方说 我要喊3% 我要喊5% 都可以喊 但是呢 资方会经常会告诉你说 没有我们要共体时间 是不是很熟悉的 共体时间 对 很熟悉 对 那然后要共体时间 这件事情 你讲完之后呢 好 所以比方说 我劳方说我要3% 但他只要告诉你说 我就没赚钱 没赚钱 那我怎么 就是大家一起忍一忍 那所以呢 就是经常没办法满足 但是你知道 今年非常特别 今年几乎所有的 就是不管是大企业到中小企业 劳方提的幅度 全额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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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你今天劳方 你喊5% 就给你5% 喊7% 我就给你7% 所以是真的那个 那么有信心的气氛 是已经出来了 这个就已经出来了 你就知道说 因为社会必须要有这个气氛 那所以因为整个 全额满足之后 因为日盈其实是非常谨慎 你想想看 买一个中央银行 他肯定要很谨慎 日盈就是他能够愿意 把他这一个 负利率调 等于放开 变成零利率 跟负 正0.1的 这样的一个利率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薪水都调了 所以我敢稍微放松 但是他又不能放太松 为什么 他如果把利率再调高的话 接下来会出现一个问题 好不容易回温的经济 会往下掉 我想到就是 在台湾都联想房贷这种 你讲的完全正确 因为日本现在有很多年 有很多人呢 他们现在身上付房贷 所以他也不能调太高 所以对日盈来讲 我要调高也不是 要不调也不是 所以日盈其实很紧张 这每个国家中央银行 其实都是在中两难里面 但是日盈 日盈他现在肩负一个 非常大一个重责 大任 就是刚刚加入提到的 日本看起来好不容易 要从这30年不夸 要冲出来了 对啊 你如果日盈走错一步路 你只要把这个经济 再把它变冷 你就完蛋了 可现在汇率看起来还是没什么起色 日本的汇率 你不能看汇率 你应该要看的是日本的那个股市 股市现在不得了 所以你看哦 股市一个是拉到已经冲破了 就是34年来的新高 叫做4万点 另外呢 汇率它在这两天 拉到34年以来的新低 就是1块钱美金兑换151块日元 那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整个拉开 因为我现在接下来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故事 日本它是靠一个靠出口 靠出口为生的一个国家 那所以出口贸易对它来说非常重要 它不能把利益 它的那个 等于说它的汇率不能拉得太高 汇率低 这样出口才有优势 它才有优势嘛 对 那所以它在做这件事情 而这当中就是回复到 就是日本开始要紧 它开始要整个滚出来了 所以说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它的一个 就是所有的企业的那个股票 市值开始拉高了 破4万点了 所以甚至呢 现在很多的日本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过去日本人 其实最好最多的储蓄方式 不是买股票 他们就是把钱放银行 可是他们以前银行 负利率还放银行 那是他阿公阿嬷的时候 不是现在年轻人 你说现在年轻人 现在年轻人 他们知道说 我不只可以放银行 甚至我可以去买股票 所以日本他们现在 甚至在两年前他们开放 就是我们其实台湾已经有了 要你买一张 你一定可以 别人不一定 就买一张台积电的股票 我们现在也没办法 对 那然后呢 就是他们现在台积电的股票 他们就包括像台积电 这样的一个股票 他们现在也可以买零股 对 那所以呢 年轻人可以买零股 他们 日本政府就是鼓励年轻人 进到股市里面 你可以买零股 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投资 因为你想想看 买股票不是炒股票 我们必须要讲说 买股票真正的一个行为是说 我对这家公司是有信心的 那我要长期持有的 所以我会去买他的股票 所以这是一个经济的正向循环 你刚刚在讲找年轻人 然后鼓励年轻人进股票 我还是很容易去联想到 在台湾中都等着被割的酒菜 那种逻辑 但日本不是这样在讲这个事情 对 因为日本他们其实是很 因为日本简单讲 他就把钱放在银行的概念 变成是存在股市 存在股市里面 我去鼓励这个 等于说这个企业 让企业能够去做 那当企业今天有这样的一个 他的股票的股价上涨的时候 他才有钱去做正确的一些事情 这感觉起来就是有希望了 就是有在动了 对 那个飞轮开始在转了 是 所以我说看 看股票 看股市其实是最明显的 就是说我们不用预测 我们直接看数字 破四万点这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是是是 那台电在熊本社场这件事情 日本的社会大众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在看 这个是很有趣的现象 因为呢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不是在讲说 安倍晋三三支箭吗 对 那然后后来接下来 就是说安倍晋三 他也很希望让 日本能够从这个所谓的 30年不矿里面 能够脱困 那脱困了一个最好的方式 因为他们每年的 他们有个叫金蚕审 那经济产业省 相当于我们的经济部 他每年要策划 就是说 我接下来 我下个年度 我到底要用什么来做 在过去 就是说在 我们在讲说 日本泡沫经济的时代 日本有拉动马车 有三辆马 三匹马 哪三匹马 第一匹马呢 叫做就是汽车产业 第二匹马 叫做电子零部件产业 第三匹马叫做观光产业 OK 好 那但是电子零部件产业呢 在大概2000年 就是我们在讲 WTO开放 中国这个进入 这个整个WTO市场之后 整个日本 整个进到了 就是 它的零部件产业 进到中国 然后甚至呢 再往南 往东南亚走 走到东南亚 这就是变成是 日本的这三辆马车当中的 一辆已经跑掉了 跑走了 跑走了 OK 那剩两辆 剩两辆呢 在COVID的时候 观光 观光整个马车 死掉了 剩下一辆马车 那个叫做Toyota 的带动的这个 整个汽车产业 问题出来了 汽车产业带动之后 比亚迪啊 这一些电动车 Toyota 电动车又是一个 颠覆它汽车产业市场的 一个新的 一个状况 日本的金产业就说 完蛋 那如果这样子 走法的话 我现在还有什么 我还有什么可以拉动 我这日本经济体 没有车了 没有马了 只有一台车 跑不动了 于是他们要再去养一匹马 这匹马他们认为说 整个看来看去 马上可以养出来 可以长大的 叫做半导体 于是呢 他们就想要 他们想要养半导体这匹马 但是重点出来了 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广场协议 让日本本来是 广场协议可能还是要背景 帮我们说明 广场协议其实很简单的讲 就是呢 日本他们大概在就是 1980年代 那那时候呢 日本真的是开玩笑 走路有风啊 它的半导体 什么台积电 什么东西 不知道 对 他们基本上 他们就是 全球50%的半导体 包括那个Memory 都是由日本生产的 所以说日本他看来 他是非常的 非常的那个 走路很有风的那样的概念 但是因为这样子 危害到美国 因为为什么 因为包括日本 他们开始就有钱了嘛 对 到处买房地产 对不对 甚至那时候如果大家 可能不会跟我这样年纪啦 就是大家在想说 日本人去买掉那个纽约时代广场 他都是买特别指标性的标的 对 所以你看人就是不要太高调 不要太消强 真的 那所以呢 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美国就发现 哇 美国紧张 对 你这个日本人 你却来买我的纽约时代广场 那还得了 对 于是呢 他们就广场协定 就开始把日本的所有的等于说 把你的这个牙齿啊什么全部拔掉 那拔掉之后呢 日本整个一个半导体就整个衰退 衰退之后 那时候才带动了我们现在台积电 跟韩国的Samsung 对那 对于美国有一点像是政治介入 要把你会 完完全全是政治介入啊 要把你这个优势 对要把你这个优势整个要去除掉 要不然你会威胁到我美国嘛 对 那我觉得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无可厚非 对 换成 每个国家 我今天我如果是美国总统 我一样会干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要为我自己国家着想 我觉得很正常 好 那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那然后日本就是因为这样之后呢 整个胖磨经济整个破灭 那破灭之后呢 这整个往下衰退 日本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整个就衰退了 对 那衰退之后呢 金产省他就在想说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半导体的这个前后的 包括原物料啦 包括这些东西 其实日本还是很强的 他只是没办法生产而已 嗯 那于是他们就想说 那我们应该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重振半导体 再重新恢复日本荣光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 就是他 他稍微 摊开来自己的优势 14W的分析之后 觉得我这三匹马走了之后 我现在点这个 我有机会 对 因为我这是最快的嘛 最可能 而且半导体是现在最需要 最不可或缺的 是 而且这个当中 因为日本他们 现在就有这个需要 为什么 因为汽车跟半导体的关系 是非常紧密的 没错 因为你有车载半导体嘛 对吗 好 于是呢 他们就在想说 好 那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来振兴半导体产业 但是我武功全被废掉了 嗯 怎么办 我当然是找一个 现在当今武林 最有能力的一个师傅 来帮我灌顶啊 那那个是谁 台积电 那台积电嘛 好 台积电来了 那完蛋了 你要找台积电 你用什么 我们在讲说 做每一件事情 你要去问对方的 motivation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对 对 那他今天就跑去 说 那个找台积电 他说 那我们找台积电 可是他们就遇到几个问题 找台积电 你要给人家钱吧 原来台积电 也不是很愿意啦 对不对 我待会就跟你讲 你完全没有讲错 那然后呢 就是那你要给他钱嘛 那问题是有时候台积电 台积电重点不在于钱 对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 他还是在做生意 对 于是呢 那那时候在2018年的时候 他们决定之后 他们找了这个东京大学的校长 叫武神针 武神针呢 到了这个 就是到台湾之后 跟那个刘德英 跟魏泽家见面 那跟刘德英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2018年年底 那那时候还没有谈到亚里桑那 OK 2018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为什么武神针 会跟刘德英见面 因为他要跟台大 要建立所谓的这个半导体的 先进半导体的研究的实验室 对 那然后 人才交流的概念 人才交流概念 那希望那个 就是台积电能够支援东京大学 因为他是东京大学校长 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附了另外一个使命 帮金产审代化 那他帮金产审代化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魏泽家 他就跟那个武神针说 没关系你把花带回去 要我台积电过去 你必须要满足五个条件 你知道哪五个条件吗 第一个条件 你必须要给我完整的供应链 合理吧 对不对 第二个 你要给我足够的土地 很合理嘛 第三个 你要给我充沛的水跟电 因为在台湾 其实缺水这件事情很严重 对 要练到 对 那所以呢 台积电说 你一定要给我充沛的水跟电 第四个 你要给我完整的工程师的这个人才 对 如果没有的话没办法 重点出来了 第五个 第五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要给我客户 哦 所以后来才绑了 Sony Toyota 还没讲完 还没啊 因为客户 他只要讲客户之后 那那个 武神针就 自己赶快把心里面算盘打一打 就发现一件事情 哇 客户 我们现在真的拿得出台面 大概只有两家嘛 一个就是Sony 一个就是Toyota 对 那Toyota跟Sony 但是问题是 Sony它是属于 我们在讲的是感光元件 对 然后Toyota需要的是车载半导体 都不是属于先进半导体 对 Apple他们才是需要先进半导体 对 所以这个台积电不会看在眼里 对 但日本这边 日本政府希望的是先进半导体进来吧 没有 日本半导体 现在希望有人帮我先灌顶 反正来就 我管你什么 你先来先帮我灌顶 再说嘛 对不对 那然后呢 然后就重点出来了 重点就是说 武神神把这话带回去之后 其实金产省这些官员 他们头很痛 因为的确我现在整个 我即便集合了 我所有日本的这些产业的力量 我还是没办法达到你要的 那个客户的要求 于是呢 这句话就一直卡在那边之后 后来出现了2019年 2019年拜登要求那个台积电 到阿里萨纳去设厂 于是呢 这个他们就把日本设厂 这件事情先停掉 为什么 因为对台积电来讲 我今天我必须第一件事情 我要先 因为我不可能分身 我分身乏术嘛 我先去处理那个阿里萨纳这件事情 而且来自美国有很大的政治压力了 你讲的完全正确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 这个东西比较重要嘛 所以他们就停住了 停住了到了20 但是停住之后2019年 本来大家说很开心啊 我们要来做啊 什么之类讲讲讲 然后就是经常是 就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那后来呢 到2019年的夏天的时候 有个Keyman出现 Sony的社长 叫做吉田县一郎 吉田县一郎 他出现他做什么事情 因为他又到台湾来 他跟就是一样 跟刘德英跟魏泽家见面 跟他们见面在谈什么 因为他们就在谈说 我今天我们 因为他其实是 Sony其实是 还是台积电的 很大的一个客户 因为他做那个Sensor嘛 对那然后他们就在聊聊 聊了之后 魏泽家在快结束的时候 丢了一句话给吉田县一郎 如果你跟我一起 你跟我们台积电 一起合开公司的话 我们有可能过去 不考虑 对 对我们考虑过去 吉田县一郎听到这句话之后 当然赶快去跟 金厂省回报 但是问题是 光靠我Sony不够 对那然后就让金厂省去想办法 这也就是回到大家都 大家都没有人在问说 为什么台积电的这个 就是在日本的这个工厂 为什么要设在熊本 因为Sony本来在局洋丁 就买了这一整块的地 那就是他的Sensor的工厂 那所以呢 那今天大家还在看一个 因为大家如果去看那个新闻 会发现 台积电的英文简称叫什么 来考一下加入 JSMC TSMC嘛 台积电TSMC 那为什么叫JSM 对它就是因为它是三家公司合资 那三家公司合资 它大概股份分配 我用大概的啦 就是说台积电大概80% 然后那个就是Sony占了5% 然后电装 那叫Denso Denso是 Denso是Toyota的子公司 它占了大概是2% 还5% 我忘了 那就是它把这整个这样加起来之后 所以他们这个公司 不能叫做TSMC 它要叫JSM 所以它叫JSM 而原因是在这一边 那所以呢 这时候 吉田县丁回去跟金产省回报之后 金产省立刻做了两件事情 那两件事情 今天如果有日本的企业 一起来合开公司 帮金产省解决掉一个大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我要资金补助 我就不是补助给外国公司了 可是它的股份占比差这么悬殊 这就是后面 其实后来呢 其实我自己在观察很多新闻的时候 有人在质疑这件事情 不只这件事情 还有在质疑 为什么台积电 你那时候宣布的时候是26还是28奈米 对 那然后为什么不是给我们先进半导体 日本的确是有媒体也在质疑这件事情 那但是呢 这对于你单纯是投资给单一 单纯来自台湾的台积电 跟找了Toyota Sony Denso 来一起合资开的这家公司 对于日本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他们感觉起来就是有一个合理化的说法 就变成因为这样子的股权 我可以站得住脚 对因为 然后我接下来就是 我要把我的半导体事业重振 那我们找台积电来 其实是帮我们再重振 这个没办法 要不然台积电没来之前 你知道日本它能够生产 那个就是半导体 最好最先进的42奈米 那你怎么跟人家比 你告诉我 他们就问嘛 你来怎么比嘛 对不对 好那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们这就是 这就是日本金产省的 我们在讲 那叫做他们接下来的 整个半导体的 这个重回荣光的 这个三步骤当中的step one 他们就有策略性的规划了 对 然后这个是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在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一定要把 全球最大咖先请过来 全球最大咖 他有想过去找三星吗 因为 三星不够大啊 是不够大 但如果今天请不动台积电的话 那因为日本跟韩国关系不好啊 真的这也是 对不对 日台友好 对 请喊三次 对 那所以呢 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你综合考量之下 找台积电其实是最合理的 最合理 对 所以他们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在做这事情 而且重点在哪里 大家刚刚都在讲说 为什么那个熊本盖场盖那么快 然后那个 都不知道在哪里 都不在那里 其实我去访问过甘利明 甘利明就是日本国会的专门推动这整个的一个议员 对对对 那甘利明其实在讲我们没有比较加快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陈表是给谁给的你知道吗 台积电 台积电给的 那台积电为什么要给这么这么紧密的实陈表 因为台积电也要看你的诚意啊 我这个实陈表你没办法完成 你不要告诉你有诚意 所以呢 他们是很难得 因为我在他们盖场的时候 我去了熊本去了两三趟 对 日本难得啊 这个三班啊 24小时分三班 都不停 日夜一直在工地跑 你现在去看亚利桑那 可是有一说 这是每一个国家的工作文化不一样 亚利桑那也不可能让美国的工人 这个是 这个叫做我们在讲说看热闹 看热闹 你想想看他请的是鹿岛建设 鹿岛建设 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 你知道那个台北101谁盖的 他们盖的 就是鹿岛盖的 所以他们找了最好的一个建设公司 来加紧去把这个东西盖起来 因为这个实陈表完完全就是台积电给的 所以你看到的不是什么工作文化 你看到是诚意啦 就是他们真的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啊 因为我 因为你要想一件事情 台积电到那边去 台积电真的你跟他讲说 我今天是为台日友好 台日友好那是外面盖的布 如果你没有给台积电足够的利益 他对着其他股东吗 对 他对不起他股东啊 所以台积电他一定是要按照这个 他的步骤来走 你如果没这诚意 我怎么知道我这商务可以给你做下去 所以呢我们把情感抛开 我们完完全用数字来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 就是日本他们有他的迫切性 他一定要把 要把你取进来了 那你今天你要把我取进来 然后 加装给的不干净耶 对然后连床都没还是单人床 怎么可以不可以 对不对 所以呢这所有东西是要看你的诚意 那所以日本他们就讲 他们从头到尾 他们所有官员都讲 我们没有加快速度 所有的速度是按照时间表在走 是是是 对好 那这整个这样走下来之后 开始这边做了 做之后 你想想看 日本他们那么简单 他们只要把这东西做好就好了 当然不会 他们在做第二件事情 就他们讲他的半导体的计划 Step Two 对 叫做主国家队 所以他现在不是只有这个厂啊 在北海道不是有Labitas吗 对对对 那Labitas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Labitas他在开发的 他在做有很多跟台积电非常像 但是呢他找了美国的IBM 来跟他合作 但是呢他整个Labitas的团队里面很妙哦 团队里面有包括NTT 然后有包括NTT是日本电信 电话电信公司 那然后呢当然也有Sony 那然后还有Toyota 他们也都在里面 那但是全部都是属于日本国家队 好他们要做什么事情 他们要做下一个世代的一个半导体 他们要设计下一个世代的半导体 为什么 因为他们必须要 我今天我好不容易从这个师傅这边领到了 我不把这个功力灌回给我的这个国家队 那我怎么办 所以他Step Two 就是要把他Labitas做好 在前两天的新闻啊 刚好就是说 日本他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他们要在十年内 要通过第一条的所谓的就是Level Five的一个 就是第五级的是所谓的无人驾驶的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是从那个东北一直要延伸到九州 对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跟现在台积电一场在做的东西是有关系的 他就是要把它串起来 是不是陆路上面把它串起来 对因为呢 要是内科跟男软 但是 没有可是那差很远啊 因为大概一千多公里 超远的 超远的 对 那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少子高龄化吗 在2050年的时候 整个日本全国人口会降到大概八千万人 对那八千万人 你没有人的时候 你必须要所有东西你要无人化 那这也是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没在问说 为什么是台积电Sony跟Toyota 他们其实 你想想看 你知道Sony它现在最强势做什么 不知道 做Sensor 感光元件 OK Toyota当然是做汽车 他们要做什么事情 他们就是在发展 发展整个无人自动驾驶 因为你要无人自动驾驶 你车上必须要安装很多的Sensor 那所以呢 他在做这件事情 他的一场要做的就是 让日本能够完完全 因为在全球还没有 没有一个国家有所谓的Level 5 的这样的一个汽车 他们现在没有 所以日本他们现在做这件事情 好 但是呢 你今天你要做汽车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出来了 一 现在的5G的通讯 基本上还是会lag 会有lag 那然后呢 重点在哪里 就是说这整个一个通讯必须要加快 但是呢 现在的半导体 因为半导体现在是用什么在传讯 用电在传讯 那用电传讯它会产生有两件事情 一个它的速度会慢 第二个它会有所谓的能耗 什么叫能耗 就是你手机如果用90会发热 那个就是能耗 因为那就是你的电池有很多充电 你这个其实是散热散掉了 好 那日本他们现在在 就是step 3 第三步 他们要设计所谓的光半导体 什么叫光半导体 也就是说你的半导体里面 你的那个传输讯号 用光 用光不再是用电子 那你知道用光跟用电子之间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因为能耗的关系 那当你今天你的手机 是一支全部使用光半导体 在做的一个手机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你可以感受到的就是 你只要充一次电 你可以用一年 天哪 是不是开心 对 但是呢 这个就是他们又回到 因为我们进来讲嘛 就叫绿能环保啊 因为你的电能不能那么浪费啊 那所以呢 日本他们现在第三步 但是现在这第三步 光半导体其实都还在 研究的一个阶段 所以他第三步就是 要把这研究阶段 他也要把它纳进来 所以日本他们现在 要把整个光半导体 也就是下十个世代的半导体 他要当成我 就是一个制定标准的国家 对 那所以当我今天 今天我们在讲嘛 你今天真的会玩游戏的人 是怎么样 游戏的制定者 那当我今天 我是这个游戏的制定者的时候 我想请问 日本还怕没钱赚吗 所以它的重点 反倒不只是半导体 这个部分 而是由它延展出来 就是新的一个可能性 新的一个系统 是 完全是一个新的系统 对 那我需要 因为我目前需要台积电 因为我目前很 weak嘛 对 来支撑 然后去开发出我这个新的系统 是的 所以日本他们在规划 这所有东西 其实是非常的缜密的 他们非常缜密 他已经 他不是说 我今天我真的是心血来潮啊 我就请台积电来 感觉很有面子 不是这样子的 风光光光的 并没有 并没有 可是这我不晓得 是不是哪一套用的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梦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就是想得这么好 实际上在落实 它包含他们自己 日本内部 他们都 都没有不同的声音吗 当然会有 对啊 一定还是有一些 但是这当中 我就在讲说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是说 你是不是给每个人 都有好处 哦 对 那今天 最怕会有什么样的 一个不同声音 今天你要叫我 比方说 我要叫Sony过来 我要叫Toyota过来 对不对 钱呢 我七千亿 不就是给你了吗 我不晓得 我从 是从台湾找物思考 会不会有那种 你只图立在某个厂商 或在某个产业 那种感觉 日本文化摊会思考 这种事情吗 因为这个 这当中 我觉得这跟 应该是说 整个产业结构 其实是有关系的 台湾为什么会有 那么多的不平之名 台湾没有财团 日本它是有财团的 那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日本其实有几个大财团 大财团底下 有所谓的供应链 对 这一整块 很像肉粽一样 今天大财团有好处 下面就会被恩惠到 但是台湾不是 台湾其实是各自 有点像什么 草莽英雄有没有 对 我就是各自冲 我各自冲嘛 所以台湾是 天啊 那么多的 也不能讲小鬼 小鬼 那么那么多的 小朋友在这边 我每个要给糖 但是呢 日本它是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 我把这个资源 给队长之后 队长他必须要 往下分配 因为队长 如果不往下分配的话 底下的 没办法吃到东西 你队长没办法 呈现东西出来 所以对日本政府来讲 他只要把几个头 抓好就好 那底下他们 就会自己去管控 而且就我自己 在日本的这整个 包括经济跟政治里面 我打磨那么久的时候 我认为他们现在 是真的准备起来了 所以从半导体 这个开始看 看往后看 你刚刚还讲到 Level 5什么之类的 对 那个大概 他们预期的时程 是什么时候啊 呃 他们大概是 真的可以收到效果 会在2030年到 2050年之间 哦 其实2030年也很快 非常快 所以呢 他们现在 而且他们现在还 投入了另外一个东西 生成AI 也就是我们在讲 确的GPT啊 这些 他们现在开始在 等于说鼓励年轻人 去走这一块 所以呢 他们整个日本 像现在其实 我感受到啊 那个爆发力 已经快出来了 那当然 现在 现在 敢来 要搭日本潮的话 现在还来得及 但是如果再犹豫个 一两年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很多东西 被抢走 嗯 所以你说包含新创 可能也要多关注 跟日本之间合作 一般老百姓 想投资的 可以多关注日本股市 没错 现在再讲到去 日本投资房地产 大家也是讨论 热度很高 那所以呢 这当中有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 我觉得那就是 跟台积电 他的一个 公司的一个 宗旨是一样 叫做ICIC 就是说 他是一个真正的 就是我要去相信 我的credit 是 他要去走 他的所谓的 让人家能够去相信 能够trust他本身 那今天 台积电凭什么 让大家能够相信他 因为他已经建立了 他所谓的一个心域 让大家愿意相信 对对对 那未来 其实未来的一个 大家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为什么 美国 日本急着 从中国把他的一个 那个供应链 要把他撤出来 因为我不再相信中国了 因为我不相信你 所以我东西要撤出来 就像当年 美国不相信日本 他觉得你 这样子来四处买我的土地 来清门踏户 对你在清门踏户 我就不能相信你 所以说过去 你今天你可以说 我今天我是做生意 我不谈政治 我不要选边站 以前可以 现在不可能 政治风险太高 风险太高 因为我们在讲 这就是跟我们在讲说 整个地域政治 是有关系的 好 那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呢 未来重点在哪里 你必须要让美国 能够相信 你跟我是站在同一边的 那你会来配合我 那美国会想当老大 美国绝对会想当老大 因为毕竟 他的本身的这个 整个market share 还是在比例上 还是很高的 对那所以 整个会用这样讲 那今天 所有的国家里面 你就必须要看的是 我能不能够trust你 这才是重点 就国家跟国家之间 那要长期累积互动的关系 是的 台湾接下来 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会觉得 其实日本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台湾往外出口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地点 我经常在讲 大家都会在聊 就所谓的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大家会在问说 日本会不会出兵 其实我觉得重点 不在于日本会不会出兵 重点是 怎么让日本 会让台湾不要有事 那让台湾不要有事 其实与其你 你就是花那么多的精神 去增加你的国防武力 重点在哪里 你必须要有所谓的 经济安保的概念 也就是说 当两边 就是日本跟台湾的 经济关系越紧密 它的结合越深 今天换个角度 如果台湾出 有事情的时候 日本的股市会大跌 日本要不要保护台湾 日本要不要 用政治的方式 让台湾不要去出事情 因为你台湾不出事情 我日本才不会 股市不会大跌 所以整体的状况 我们不是要把 就是去把 走到所谓的 那个兵凶站围的 这个地方 我们要走的是说 怎么用 所谓的经济的角度 让台湾能够得到 安全保障 所以呢 就用更密切的合作了 更密切的合作 相互的往来 就像我刚刚在讲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这对台湾 才是越有帮助的 对 未来这几年 其实日本真的是 非常有策略性的 在发展 他们是有个蓝图 他们该怎么做 今年要怎么做 明年怎么做 然后之后要怎么样 那这中间 就像你刚刚说的 它一定会 有时候会有一些变化 会有一些调教的过程 我觉得这真的很 我们需要花一点精神 稍微去了解一下 的确 因为这当中 当你去看完这些的时候 你就大概会知道说 你的股票该买哪些了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凡事要给动机 对吧 因为这就跟我们在投资 是有关系了 你今天你要投资日本 那你投资日本 你到底在投什么 那像我 我前两天 我还跟人家讲说 拜托 不要再去买 日本的房地产 我们这几天 还有朋友 一直在跟我讨论 要去日本买房地产呢 我跟你讲 这个可以 那我们应该要再做 一起买日本房地产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做 因为我反对大家 去买房地产 但是我不反对 大家去买不动产 这是两件事就对了 下集待续下集待续 今天非常谢谢 舅哥来到我们现场 我觉得聊得很精彩 新闻幕后聊新闻 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 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聊新闻 欢迎在Apple Podcast 或Spiteify 给我们五星评价 或者有任何想要回馈 给我们的想法 也欢迎大家点这个 许愿池的连结 可以留言给我们 同时也邀请大家来 追踪 T Radio的脸书粉专 在这里呢 除了我们新闻幕后之外 还会有其他的好内容 都会推荐给大家 那今天再次感谢大家的时间 也谢谢舅哥 我们就下周四 空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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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